1797年也就是瓦特蒸汽机用于生产的第22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第8年 同时也是乾隆爷上位后当太上皇的第二年 在英格兰一个乡村别墅里 一位三十出头的牧师围绕人类的前景 跟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一场辩论 牧师的父亲相信 时代在进步 现存的社会问题都能通过社会制度的改良得到解决 但是牧师本人则表示悲观 认为不管制度如何改良 人类的贫困与罪恶都不会消除 他的核讯论点是 人口数量总是以几何比率增加 而土地产生的食物却只能以算数比率增长 人均食物的减少就必然导致普遍的贫困和罪恶的滋生 随之而来的便是战争、瘟疫和饥荒 最终使人口减少 使人类的增殖力与食物的生产力恢复平衡 这位牧师名叫托马斯·马尔萨斯 一年后他把他的观点整理成书 匿名出版 这便是人口论 马尔萨斯在书里不止一次提到中国 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 但人民普遍陷于饥饿和贫困 并且经常发生灾黄和战争 正是人口过剩的典型 这个观点一度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批判 有的人甚至认为 马尔萨斯对中国的描述根本就是神话 从马尔萨斯的时代一直到现在 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人口过剩 但是90年代以后 以葛建雄为首的人类史学者却认为 不但在清朝 就是在秦汉以后的任意朝代 相对和绝对意义上的人口过剩 都是始终存在的 只不过有时候人口压力导致的危机 还没来得及爆发 改朝换代的战争便清除了众多人口 从而推迟了危机的来临而已 所以马尔萨斯的观点 对工业化时代之前的中国也是适用的 葛教授这么说的证据 就是他编写的六卷本 中国人口史 大家好 我是盲山野人 一个不务正业的历史学博士 今天我想借马尔萨斯的观点 聊聊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压力问题 上上期视频 我曾经说 中华文明联系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巨大的体量 这里的巨大体量 一是指疆域大 二是指人口多 有多多呢 据史书记载啊 西汉末年 仅政府掌握的人口就有六千万 这个数字呢 跟同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数基本相当 但罗马帝国后来崩溃了嘛 而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 却一直保持了下来 尽管呢 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呢 人口都会大幅减少 但和平时期到来后 就又会恢复增长 并创造新的高峰 比如据中国人口史的估算呢 由于新马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和格局战争 到东汉重年恢复统一的时候呢 人口就剩下了两千七百万到三千万 减少了一半多 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升息呢 到东汉后期 人口重新恢复到六千万 可接下来到汉末三国大乱时 又减少到了两千三百万 少了百分之六十 西晋恢复统一后呢 也不过三千五百万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 北方人口更是损失严重 可见雄推测说 十六国时期 北方人口的最低点 理论上可降到五百到六百万 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到隋朝重新统一呢 隋阳历大业五年 政府统计数字是四千六百万 如果加上隐移人口 估计仍为六千万左右 与汉代持平 但紧接着隋末大乱 人口又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八 到唐朝初年仅存两千五百万 经过一百五十年发展 到开天盛世 总人口达到了七千八百万左右的新高峰 然而紧接着呀 就是安神之乱 藩镇割据 五代十国 两百年战乱不止 于是到宋朝消灭割据的时候呢 境内的人口仅存三千七百一十万 又少了一半多 宋徽宗时期 北宋人口突破了一个亿 最高达到一亿两千六百万 但不久宋金战争爆发 南北人口合计减少到了九千万左右 后来两国达成和平协议 经过七十多年发展 两国合计恢复到了一亿两千四百万 蒙古入侵 人口再次大幅减少 到元朝重新统一 总人口呢 在六千八百万到七千五百万之间 比原来减少了百分之四五十 元朝人口最多时呢 九千万 到明初统计时只有六千万 经过两百五十年发展 到明代晚期呢 中国人口再创高峰 突破了一亿九千万 然而明清一代之后呢 又损失了约百分之四十 近代以前 清朝由于长期稳定 乾隆年间人口就突破了三个亿 到1851年 太平天国起爆发前 人口的总数呀 达到了四亿三千六百一十万 是帝制时代的最高峰 但随后的太平天国 回民战争和光绪年间的大旱灾 却消灭了一亿人口 一直到亲王前夕 才重新恢复到高峰水平 民国时期虽然依旧战乱频繁 但得益于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 和巨大的人口基数 人口呢 还是持续增长 所以到1953年 第一次人口普查 我国的人口总数 才达到了惊人的5.8亿 1987年又超过了10亿 今天呢 是14亿多 这就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 那么这些数字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想它首先能够说明啊 在全部的历史时期 在东亚范围内 中国的人口体量呢 对周边国家来说 都是碾压般的存在 这才是支撑历代雄主 开疆拓土建立天朝政治体系的 力量根源所在 如果没有庞大的人口基数 和人口产出的财富呢 就不可能有 茄始皇汉武帝 天克汗 乃至什么实权老人 建立的分工伟绩 如果没有历代百姓 对边疆的持续移民和囤肯 中国呀 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疆域 中国的辽阔疆域和长期统一 那说穿了 都是百姓拿命换来的 是真正的一寸山河 一寸血 同时人口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 就得益于此 这都是我国人口众多 带给我们的好处 但是人口多也不全是好事 因为耕地总是有限的 所以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 一个矛盾 就是人地关系紧张 比如汉书所计以肯耕地 如果换算成今天的市母 再出以6000万的人口数 人坚耕地就是9.5亩 护均约47亩 学习公认这是一个可信的数据 但是到人口突破1亿的 北宋中晚期 人均的耕地就降到了4亩左右 原末明初人口锐减 但荒地也多 这时候人均耕地6亩左右 等到明末人口比起2亿的时候 虽然耕地比明初翻了一番 但人均的耕地却下降到了3.7亩 清中期人口突破4亿 但耕地比明末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人均的面积于是跌到了2亩左右 以5口之家计 每家只有10亩地 这是什么概念 解放以后华东搞土改 成分化为中农的人 人均占有耕地刚好是2亩 低于2亩则属于贫固农 在华北地区 如果要避免沦为贫固农 人均2亩还不够 至少也要人均3亩 每家15亩以上才行 因为北方是两年三熟 不比南方能一年两熟 用这个数字来衡量 可以说在清朝的中后期 大多数农民都处在贫困的边缘 但凡遇上点灾荒或者不幸 就不免破产 在如此巨大的人地关系压力面前 即使不考虑贫富差距和土地兼并的问题 农民的生活本身已经很糟了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是否可以说 在清朝人口达到3亿4亿以前 其他朝代的人口压力就比较低呢 恐怕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清朝的情况比较特殊 学界普遍认为 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提高 作物品种的改良 负重技术的普及等原因 清朝的粮食亩产量的 尤其是水稻的产量 比汉塘时期有了大幅的提高 再加上番薯 土豆 玉米等每周作物的引进 这才使清朝养活了3亿人口 这要是以前 不可能养得起这么多人 实际上从史料透露的信息来看 在宋代人口突破1亿大关以后 人口压力就相当大了 证据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移民问题 宋代以前大规模移民 作为自北向南 即在北方战乱时 向长江以南迁徙 但到了宋代以后 南方地区自东向西的移民 却越来越多了 而且大多是在和平时期 从江苏浙江向江西 从江西再往湖南方向迁徙 其高峰就是清初的 湖广田四川 江西田湖广 而且移民的迁入地 往往是丘陵和山地 最终就是长江和汗水流域的全部山地 能肯尽肯 人口密度迅速攀升 使很多山区出现了水土流失 环境恶化的现象 福建广东等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域 则大量向南洋移民 这显然是人口压力导致的结果 第二是土壳矛盾问题 移民的大量游路 势必与当地人争夺资源 产生土壳矛盾 所以土壳矛盾的程度 可以看作是人口压力的压力表 宋津时期 由于有大量的汉人南迁 进入赣饼相悦的腹地 跟当地少致民族挣脱资源 导致南宋历史上 山民叛乱始不绝书 元民二朝 武陵赣南地区的土壳矛盾 也始终困扰着当地政府 清朝更不用说了 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广西爆发 就跟广东客家人 大量进入广西有关 同志的回乱 是因为汉回争抢竹林而起 咸丰四年 广东沿海爆发的土壳械斗 则持续了14年 导致了50万人死亡 第三是杀鹰问题 杀鹰逆鹰这种野盘行为 自古就有 但宋代以后 在南方人口秘密着大的地区 尤其突出 比如福建的南平 长厅 少屋这些地方 当地人习惯最多生三个小孩 但凡生了第四个 就率阶不举 大概率又弄死 宣州 渠州 岳阳这些地方也一样 男多则杀其男 女多则杀其女 习俗相传 为之薅子 这种恶习 同样延续到了明清 甚至有研究说 连清朝的皇族成员中 也存在这种现象 尤其是到18世纪中期以后 随着俸禄渐少 地位越低的皇族成员 越倾向于通过杀鹰的方式 控制子女的数量 最终大概有10%的女鹰 被父母逆杀 最后一条是计划生育问题 你不要以为计划生育只有现在才有 其实古代也有 只不过那时候这计划生育 纯粹是家庭内部的个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 从南宋到清朝 通过堕胎 避孕 绝育的手段 控制生育数量 是导致江浙地区 生育率比前代普遍下降的一个原因 宋大的医书里 有几十种堕胎的方钥 还有通过针灸 推拿 以及使用棉子油 避孕的方法 另外 传统观点都认为 古人早婚早育 追求多子多福 但更细致的研究却发现 一方面很多穷人 娶不起老婆 导致独身或晚婚 一方面 那些娶得起老婆的人 一旦生了儿子 就会通过延长步入期 乃至减少房市的方式 来限制子女数量 而且同一朝代 越往后平均生育率越低 比如明清时期的上海市人 平均只生养三个子女 这跟同时代欧洲人 平均生六七个子女的情况 完全不同 显示出人口压力越高 生育率越低的规律 当然了 在古代中国这么大的范围内 所谓的人口压力 本身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 不但地区跟地区之间不平衡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 族群之前也不平衡 但从汉道清 年均人口增长率越来越低 是毋庸置疑的 这说明确实存在 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的趋势 这对中国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两个字 内卷 内卷这个词的源出含义 就是指农民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 为了提高土地产出价值 投入的劳动量越来越多 然而收入却没有增长的现象 人类学家格尔茨 最先用它来形容找挖的农业 但是黄农志教授发现 这种情况在清代的华北和长三角地区 也普遍存在 是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典型现象 后来这个词才出了圈 成了激烈竞争的同意词 黄农志认为 农民内卷的根源 一是人口增长的压力 二是阶级剥削的存在 两者共同作用 导致华北45%的农户 拥有着土地不足十亩 远地养家糊口的下限 这迫使农户必须采用内卷的方式 一方面加大劳动力的密集投入 一方面给地主富农打短工 这种方式风险很高 带来的编辑收入却递减 最终是大部分小农 始终挣扎在饥饿线上 要么根本没能力取其生子 要么就世代贫农 只有华向无产的路 完全没有阶级上升的可能 考虑到在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间 人口压力和阶级剥削始终存在 而且人口压力越到王朝晚期越突出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 这种农民内卷化的过程 也同样贯穿了中国历史 这就是封建王朝末期 总是爆发所谓农民起义的历史根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改造换代 都是农民起义 但改造换代带来的战争 瘟疫和饥荒 的确清除了大量的人口 缓解了人口压力 也部分打破了阶级固化 从而在王朝前期暂时创造了一个 人地关系恶性宽松的环境 在这样的宽松环境下 人口恢复增长 直到人口相对过剩 又开启了下一波农业内卷化的过程 王朝兴亡和人口增减 就这样实现了周期性的同步 同时在人口压力持续增高的大趋势下 时不时再叠加自然灾害等 加剧资源紧张的要素 这就使得哪怕是和平时期 杀鹰 饥荒 流民 土克蟹洞 环境恶化 瘟疫流行等不幸事件 在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 这些不幸和战争时期的屠杀一样 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 正是马尔萨斯所说的 现实性抑制因素 就这个意义而言 马尔萨斯的理论对中国历史同样适用 当然200年前的马尔萨斯 他并没有想到工业革命爆发出的生产力 竟然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更没有想到人类发明了乳胶避孕套 掌握了安全的堕裁方法 所以他人类的增殖力始终高于食物的生产力 这一前提今天已经不再成立了 可问题是 人类争抢的资源不只是食物 土地也不止能种庄稼 工业化虽然消灭了小农经济 却无法消灭内卷本身 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张力 注定了内卷化无处不在 同样还与滋生罪恶和苦难 即便今天的中国生育力一路下跌 但只要你抬头仰望 就会发现马尔萨斯的幽灵 依然徘徊在不远的上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盲山野人 一个不务正业的历史学博士 咱们下期再见